很多朋友的炉筒烧的非常黑 是因为他不会调这个燃气罩 大家过来给大家分享哈 我们怎么调这个罩的火啊 大家注意看哈 现在这个罩这个火焰是这个蓝火焰啊 有一点微红 这个罩的火焰是对了的 很多朋友哈 他是这个进气法比较比较大 或者比较小啊 给你看看啊 很多朋友的罩是燃这种红火焰 这种火焰的话就是这个气 进气量太小了 然后这个火焰没有完全燃烧 如果这个火我们去烧锅 第一 自热量非常的慢 第二很容易把我们的锅下面烧的黑黑的 那么这个时候要把这个进气阀给他调大一点啊 从这个位置给他拧一拧啊 看到没有这是进气阀 看到没有往边调哎好 好 直到哈我们这个火哈 打到蓝火焰 还有一点红火的时候就可以了啊 那么很多朋友调大了也不行哈 我给大家看看调大一点 大家注意看 这就是进气量很大的情况下哈 他这个火花就一直呼呼的响 他有没有站不住啊 那么我们现在把铝梯压调小一点 就是我们要达到我们这个火焰哈 啊不大不小正合适 就这个样子啊 注意看哈 就是有这个蓝火 然后有一点微微的 这个红火就可以了 然后外面这一圈也是一样的 好 我把里面关掉外面给大家解释一下啊 这个时候哈 就是这个进气量太大了哈 这个时候呼呼的响 那么我们就把它调小一些啊 调到哈 这个火焰站得住 而且没有红火焰就可以了啊 好 这就是完美的状态啊